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时刻牢记使命 决战当前 高科技助力抗洪一线 探测无人船 水下监测出骑兵 海洋探测一号 应对洪魔显身手 连维老乡突背困 夜间紧急大搜救 钢木土石组合坝 风度绝口快稳转 抢险就在第一线 助劳钢铁长城 有科技 在城堂端 信邮角 停放到这个位置 我们发现了一起 约60米长的 裂缝 一旦出现 滑溃的情况 极有可能 出现绝地的水平 接到任务后 铸房永修县 九合联维的解放军 和武警部队 200多名官兵 紧急赶赴城南段 险情点 对堤坝裂缝处 实施紧急修补 这次险情呢 应该说 主要是整个永修的水位 维持的时间太长 所以造成了 我们大坝的 这个地方的土体 含水量过高 第二个呢 就是昨天呢 到今天的上午 一直在下这个大暴雨 这样呢 就产生了这个 滑坡的险 九合为低的安全 维系着九合乡 两万多名百姓 和五万多亩农田的安全 一旦出现绝地的险情 将当地百姓 造成巨大损失 在当地水利专家的指导下 周园官兵一边在裂缝周边 紧急开挖倒流槽 对堤坝内的渗水 进行导流 一边用沙石袋 在裂缝下方的堤坝根部 堆砌围厌 加固堤脚 目前在专家的指导下 我们已经开挖出 这个导流沟 二十余条 这个堤里面的水 基本上已经出来了 目前呢 正在加固堤脚的围厌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 水下的 大概一米二升左右 我们已经基本上完成 目前开始要往水上 还有近一米高左右 确保 我们这一个低段的 围地的安全 不要让它出现滑低的这种情况 今年江西整个来讲的话 这个防汛的压力特别大 尤其是在这个宾湖地区 水位持续高涨 估计时间要持续一个月上 而且由于长江三峡 加大卸量 防汛湖水位 受到长江水位的顶托 所以我们的水位 一直维持在高水位运行 目前像这个防汛湖地区 超警戒都是两米以上 各位观众你们好 欢迎收看军事科技 我是蓝浩 库区围区的安全度训 一直是抗洪工作中的重点和难点 当然也是全国防汛工作中的 一个薄弱环节 库区围区堤坝的水情 往往非常的复杂 如果依靠潜水员去检测排查 那么条件有限 结果也不尽如人意 而现在探测无人船的应用 正好为解决这一难题 提供了一个好帮手 我现在所处的位置 就是鄱阳湖支流的 信瑞连维区 解放军官兵正在使用探测无人船 进行搜索 监测和排查的人物 吴越辉是东部战区陆军第73集团军 某攻划旅排长 自7月14日 随所在部队紧急机动700余公里 奔赴江西省渝干县 参加抗洪抢险任务以来 一直和珠海云州应急救援队的 技术人员一起密切配合 利用探测无人船 对该部任务低段 进行全方位巡派 我现在就在操作探测无人船 进行水下的地形地貌的一个监测 第73集团军某攻划旅 此次来到渝干县 担负的主要任务 是渝干县信锐连维 14公里暗段的防汛护堤任务 为了更好地完成此次任务 该部充分利用高科技装备 助力此次抗洪抢险工作 用专业的力量干专业的事 这是最重要 我们不能打人海战术 我们如果说有高科技的东西 可以用机械的东西 我们不能用 我们要珍惜兵力 这只探测无人船 是一款高科技的无人产品 军地双方在此相互配合 共同驻守探查堤坝情况 那么它究竟有着 怎样的功能和优势呢 这个船是我们无人船序列里边 应该说是最小的一款无人船 它是一个三体船 它下面是有三个不同的片体的 这样的话就是为我们 在做水下探测的时候 创造一个非常好的 我们叫平衡的一个环境 减少它的横摇 该船长1.6米 宽0.7米 高0.36米 航速为每秒5米 续航可达5小时 稀由高密度碳纤维和凯夫拉防弹 复合材料制成 自重30千克 地面基站通讯距离3000米 它是有很多部分来组成 就是我们看到这有摄像头 有天线 然后水下有声纳 还有其他的一些 就有通信的这样的一些装置在里边 就是目的呢 就是为了保证船在航行的过程中呢 就是能感知周边的障碍物 然后跟岸上保持通信 整船采用分隔封闭内舱设计 整体具有防尘 防水 防颠覆功能 整船设计主要包含主控系统 导航系统 通信系统 供电系统 避障系统 推进系统 实时视频传输系统和任务系统等 可实现水下全方位扫描检测 重点部位驻足观测 不仅可以快速检测到堤坝的整体情况 而且可以仔细检查局部的细节 从功能上讲啊 就是这类的船 我们在这个抗红抢显一线 主要它完成的使命目的呢 是做水深地形的测量 水下地貌的探测 还有水下的一些 就是异物的一些排查 包括我们有一些 如果大坝上有一些管用的一些 潜在的风险的话呢 它又可以用测草增量来扫到 这个潜在的一些风险点 据了解 该船搭载流量季后 可对江河断面的流量 实施精准测量 为掌握讯期第一手资料 提供帮助 而且自主航行 自动避障功能 让无人船实施复杂水域的探测 如鱼得水 大家也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这个水域啊 它的这个水面环境还是很复杂的 就是特别是汛期 有很多这个地方 有房屋啊 有一些树林都被淹没了以后呢 对于温泉来讲 这些都是爱航物 它要能自主地去识别 这些爱航物 然后自主地规划路径绕开它 也就是说它是有自主地判断的 这样一个能力的 同时 无人船水下拍摄 全景图制作 多维重构 图像浏览 异常现象提取等功能的实现 也保证了水下探测的精准度 从而可为堤坝引换点排查 堤坝结构修复 和安全改造提供强有力的决策支持 可谓是水下探测的骑兵 这里是探测无人船 传过的画面吗 对 这就是我们的测扫声纳 扫测的岸滴周边的 水下的地貌的信息 从这个画面上可以看到 我们获得的水下的地貌 它的信息还是非常丰富的 总体来讲的话 就是我们整个地岸 现在还是非常的稳固的 所以它的这个水下的 就是首先是抵制非常的匀称 我们认为无人船艇 它在这个抗风牵险工作中 它应该说有三大优势 第一个它能到达 我们有一些常规的小船 没有办法到达的水域 比如说流特别急的水域 或者是有可能存在风险的水域 那么它就可以去执行这个任务 第二个在天气条件 特别恶劣的情况下 比如说有大雾或者是大雨 这种情况下 我们能见度很低 那么我们也不适合人去执行这相关的任务 无人船呢 它就可以去代替我们完成这个任务 第三方面呢 我们就讲了 就是我们给它规划好 它在这个训期的这个大坝 巡测的这个相关的路线以后呢 它可以不折不扣的去执行 我们给它设定的这个路线和任务 快速的准确的把这个数据回上回来 给我们这个抗洪抢险提供很好的数据的支撑 在拍摄探测无人船巡查现场 记者遇到了刚刚执行完西沙等地的海洋探测任务 紧急赶夫过来支援抗洪抢险任务的 国家海洋局南海调查技术中心主任 王伟平一行 我们这次主要是受到部队的邀请 来这个江西白洋湖沿 和部队协助一起 执行抗洪抢险任务 主要的目的就是来 利用我们的先进的无人船 海洋探测设备 来进行水下地形地貌 和各种环境的变化的测量 这艘被命名为海洋探测一号的无人船 是由国家自然资源部南海局 与企业共同研发 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 在国内国外同类产品中 具有领先水平 该船长7.1米 宽2.9米 高3米 自重2500千克 航速每秒6米 续航可达15小时 地面控制基站通讯距离达10公里 支持多波数测身仪 测扫声纳 多普勒流速流量仪 浅地层铺面仪等设备的搭载 我们主要一切是满足于海上导礁测量 这个2米到200米水深的环境的海洋吊炸车量 这次我们来把这条船用到了防空浆显出居存里面 该船属双体结构 配备光电吊舱 导航雷达 摄像头和定位系统 具备自主导航 智能避障等功能 支持多任务载客搭载 船尾配置自动脚车 可执行拖夜市测量 船底配置升降机构 可搭载升学探测设备 可完成海洋测绘 物理海洋观测 地球物理调查等多种调查任务 我们采用无人测绘船 对我们14公里暗段 实施了水下的三维建模 以便于我们指挥员能快速定下决心 提供辅助决策依据 虽然从功能上来讲 用海洋探测船来对内陆湖泊地岸 开展地形地貌的探查 这似乎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感觉 但这艘具有高技术含量的 海洋探测一号无人船的到来 给任务部队带来的 不仅仅是科技化手段的提升物 更重要的是提升了防汛效率 为确保围去的安全杜讯 增加了一份保障 目的就是我们要把最薄弱的地方找出来 是作为我们重点的缓缓的地方 能够第一时间掌握险情 汛情 所以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布置力量 预制的材料 所以缓迅一定要把缓缓在第一步 水患自古有之 可以说是人类的功敌 每年我国的各个地区都会有 不同程度的洪浪灾害 有的是局部性的 有的是大范围流域性的 但是归根结底都跟一个字有关 那就是雨 下雨的雨 根据降雨量的不同 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流域的水位就有所不同 如果一旦超过了堤坝所能承受的 水位警戒线 那么就急易发生水落和洪灾 受连日强降雨袭击和脱离水库泄洪及长江脱羊湖洪水顶托的影响 江西永修县内修河 辽河水位迅速上涨 当地多处农田被淹 灾情发生后 应急救援九江支队永修县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员 紧急赶赴洪灾现场 展开救援行动 我们消防的主要任务就是水面 搜救人员和转移物资 7月12日19时40分 因颇阳湖涨水带动修河涨水冲刷 引发三角连维 发生一百多米的溃堤 当地人民群众生命财产 受到严重威胁和巨大损失 二号晚上七点四十 我们迅速往上级指挥中心报告 省指挥中心迅速调集一百二十名指战员 赠援我们 我们连夜转移群众两千余人 在各方救援力量的共同努力下 围曲内两万多名群众全部被安全转移 但消防救援大队指战务员工作 并未停止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21点37分 就在刚才 永修县消防救援大队突然接到了求救电话 有人在洪水区被困了 需要救援 那么现在呢 我们跟随着消防官兵一起前往现场 看一看情况 经过了解 原来是有三名当地白天私自划着小船回家取财务 等到向为岸边的时候 因迷失了方向 体力不支 被困水面 那我们现在救援行动有什么困难吗 在晚上的时候 这个晚上跟白天就是天上之变 白天我们都可以看到 这个水面的基本的情况 晚上这个水面 都是原来的村庄农田 很多线路和漂浮物 对我们这个行船行舟危险很大 原本在白天只需要二十多分钟的路程 十名救援人员却摸索了一个多小时 才找到被困群众 并将他们成功救回 尽管在科学预报预警 科学防控 科学救援的情况之下 我们大大的降低了水灾发生的几率 同时也减少了水灾给人类造成的损失 但是在人类与自然的斗争当中 我们依然无法杜绝自然灾害的发生 因为条件所限 所以一旦水灾形成导致了溃堤 风堵绝口就成了 强险救灾人员与红魔斗争的搏杀场 当然这也是强险救灾行动中 最危险和最艰辛的一环 我国传统的抗洪堵口 基本采取的都是抛头物料 石笼 石串 沉传等方法 虽然也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但因为是在流动的水中稳定性差 加之水的浮力作用 物料往往一下水就会被冲走 耗时 耗材 效率低下 传统的渡口技术来讲的话 一般来讲往往需要的物料 要比我们准备的要是两倍甚至三倍以上 这个有时候会造成很大的浪费 而且的话会一无占机 如何解决在洞水中抛头物料稳定性差的问题 可以说是国内外抗洪专家最头疼的问题 不过这一难题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 被解放军某部工兵团官兵成功解决 那就是采用钢木土石组合霸 封堵绝口技术 在江西省渝干县新锐连维的一段岸堤上 机者看到 第七十三集团军某工化旅的部分官兵 正在利用钢木土石组合霸技术 组织封堵绝口的训练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从我们驻地 来到了江西灾区进行强险救灾 下一步在碎行任务过程中 很有可能遇到这种险情 所以说在这个险情没来之前 我们先进行这种真理性的训练 来提高我们官兵的实战能力 我们因为有一部分新兵还没有经历过 所以我们利用了寻低的见细 组织的应急训练 所以说让我们所有的官兵 在这样的险情面前 不慌不乱有序地展开 用最短的时间分堵绝口 那减少了人民群众的财产和选择 说起钢木土石组合霸绝口封堵技术 那可就大有来头了 想必很多人都记得 1998年的九江大地绝口后 那场旱天动地的绝口封堵大战的震撼场景 我们先来回顾一下 1998年8月7日 江西九江段发生绝口 情况万分危机 8月8日夜里十点 解放军某部工兵团 220名官兵奉命连夜飞赴九江大地 采用钢木土石组合霸封堵绝口技术 展开了一场史无前例的绝口封堵大决战 那么我们的钢木土石组合 这样一个封堵技术 它的特点主要是通过密集的直路钢管 钢管与钢管之间形成这样一个框架体系 这样的话这个封堵这个读口的这种整体性 得到了加强 它的牢固性也得到了提高 钢木框架是由直径5厘米左右的钢管 沿大坝轴线纵向直入数列数桩 而后岸一定间隔分上下两层进行纵横连接 在依托钢框架直入直径约15至20厘米的木桩 加固而成 同时在背水面加设斜称桩 最后向框架中抛头带桩填充物 大概的话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装作业达成框架 然后中间要进行加密 第三步就是填塞护坝 我们整个的钢骨架搭设完毕之后 要在我们的钢骨架内部利用沙袋进行填塞 然后进行护坝 沧海横流 再显子弟兵英雄本色 在九江绝口封堵大战中 工兵团的官兵们 经过29个小时的昼夜奋战 将一千多根十米多长的木桩 和两千根钢管打入绝口底部 构筑起钢木组合架 其他部队和武警官兵协同施工 从两边向中间抛石填料 经过82小时的连续突击 成功封堵了九江段64米的绝口 保住了九江40万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 创造了我国抗洪史上的奇迹 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毒口的这个过程当中 一般来讲水流速度都特别大 在这个动态的流速水流流速当中 我们的这个防汛的物质物料 是很难稳定下来的 所以它特别需要一种稳固的 整体型的结构来帮助我们稳定 这样一个整个防汛物质防汛物料 所以我们的这种组合结构 钢木组合结构 它通过这个钢管密质 在这个毒口过程当中 能够形成一个整体 这样就提高这个毒口的稳定性 同时也提高它的时效性 这看起来似乎是不是很简单 就是给洪水中打入钢管 木装 然后再填入沙袋 就像是建筑工人在搭设脚手架一样 只不过是在洪水中的一些危险性比较高的体力活而已呢 其实不然 这项封堵绝口技术 是众多的工兵团官兵在多次的抗洪就在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一套 具有高技术含量的绝口封堵技术 而这项技术获得了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和国家发明二等奖 在98年的抗洪之后 这项封堵绝口技术被先后应用到了黄河 以及淮河流域的多次抗洪就在抢险的现场 并且成效显著 相信随着越来越多高科技成果的应用 和现代化高科技设备的使用 人民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在抗洪抢险中 会发挥出更大的作用 将会谱写出一局去和平时期 优美动人的军民雨水赞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